大家好 我是五仔 这一节 娱乐集感跟大家讲 有好东西有不好东西 有古灵精怪的东西 请大家给我赞 支持我们的广播 好的 肖敬腾向经理人求婚 最能引起欺欺的焦点是 36岁肖敬腾 娶50岁经理人 大14年 老实说他经理人的样子很年轻 不像50岁 哭了贵地的时候很感动 再过了几年 这些当然很多人祝福各样 但是他是肖敬腾这些好儿子 他可以玩很多女人 他这么红 但是他不是 他也是爱一个平和他一起 关心了很多年和他起起跌跌的女人 看到他们抱着爱的人 我也有点感动 是真爱 他叫他妈妈 妈妈你为我受了很多委屈 妈妈 你这14年算不算乱都没有 子弟 阿姨 这个很厉害 台湾终于一宗不是强奸 轮奸 迷奸 那些事情 对不对 好 另外 我今天这宗会说的 还有一个文敏又骂爆张志恒 怎么烦的 又来 说他没有钱扮有钱 爆他家只做三样东西 很多人关注 哇 都可以说一下 这个 叫他不要搞 又搞 搞坏了老公 搞坏了自己 那些 不要紧要 你看他什么时候醒 不过很难醒 他烦恼太多 一句我喜欢 我有自由 行 你生孩子也有自由 你喜欢说什么也有自由 另外看到一张图 林志荣车货之后 那个样子都变了 变了也不是那个样子 他这些很惨 你看到福气开始减了 其实他很好运 他又英俊 又有钱 我知道他有些做慈善 但是他做无谓的东西 你玩车也是无谓的东西 你把自己放在危险的处境 赛车的时候不撞 开车的时候也会撞 这个很奇怪 不知道是不是因果力 有钱是不是应该做这些 说的样子现在变得不是那个样子 稍后说一下 先说肖敬腾 这个是震撼弹 先冲起娱乐圈 不然一下下个台湾娱乐圈 好像变态当道 你也有真爱 戴14年的经理人林又惠 和肖敬腾结婚 消息惊呆大众 求婚片段曝光 刚好是经理人50岁生日 肖敬腾安排 一众亲友 在大屋见证 在门口 经理人被带领上楼 沿途亲友送上玫瑰花 他说 入到房间 看到穿着西装 不停的肖敬腾 二人情深对望 肖敬腾很感性 唱歌的人比较上 感情会比较重 这16年来的 16年 然后肖敬腾20岁和他一起 20岁和这个经理人一起工作 16年 当年经理人都是34年 他说我们偷偷相爱 就连自己最好的朋友 最亲的家人 没有听过我们 一句证实 是不是在一起呢 他说现在开始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 叫他妈妈 叫他妈妈 真的有点乱舞 他的英文名字叫Summer 叫他妈妈 你从来 都不是一个人 我要看你分担你的辛苦 希望你一日 没有让你等得太久 抱着石 肖敬腾哭着说 讲过瑜 妈妈 你辛苦了 你为我收了好多威猪 我要利不我们以前 大家看不到 看不到我对你的爱 从今天开始 我要用力 用我一生去爱你 然后拿出戒指 丹塞下跪 哭 妈妈 你愿意嫁给我吗 Summer激动高呼 我愿意 所以两个激民 场面是感动的 很多圈中好友也到场见证 超多人 周杰伦 他老婆昆宁 贾正文 修杰 佳夫妇 我不懂 这个我不懂 罗志祥也在 他跟他们拍照 肖敬腾在2007年台湾歌唱比赛节目 那个星光大道踢馆赛匕首关注 当年只有20岁 直直无名 餐厅住场歌手变金曲歌王 一直跟他的经理人Summer 他说相似16年 现在就结婚了 算是娱乐圈清泉 起码不会到处追求女生 算是这样 他的经理人也保持得好 50岁的样子不像50岁 似差不多大 最多你说 大几年又有 差不多大也是差不多样子 他的经理人保持得好 保持得好 你要幸福啊 这些 台湾变态多于正常人 如果黑人没错那件事 黑人也会离开 巨型钻石求婚 成亿台币 哇 不厉害 对吗 对啊 成亿台币就是2000万 一转有没有这么贵 哇 发费了 爱得不得了 做了这么多年 歌手也有点钱 没钱那些饿死老婆 找找找找老婆 我先说是 他说是 杰志恒 说完一载又一载 说他没有贡献 没有钱 假裴有钱 他老婆说是杰志恒 离婚界KOL又发功了 多次说他又废又懒 那些事情是没有好处 当她老公是乞丝 你便是乞丝婆 你当她皇帝 你便是皇妃 他沒辦法,有些人是這麼壞的 你教不了老公,你教不了兒子 老公,男人很多時候,你說我那樣我就不做 跟你鬥氣 你哄我,讚我就去 老師都是這樣的 那時候,那個老師給我做班上 我記得中學四年級 中四 為何做班長 他後來說出來 我被人抓了去 入機店,聞到有煙味 那班主任,他說你的樣子我一看就知道你是壞人 你這個混蛋 原來他讓我做班長 他想你成為一個好人 你有這樣的責任 但原來他說的那一句 有我的經驗一看就知道你是壞兒子 所以要給你這個位置 那時候我有一點點,因為我是這樣 所以我要好一點 你說完之後我本屁 很久以前的事 現在當然不會 那張哲恆也是一樣的 你踩起他,說他廢人要面樹要皮 離婚 離婚有多閒 給善養費好像沒有錢 你吹得我賬 你玩弄壞臉 但問題現在看見 Steven好像都是疼兒子 始終是自己骨肉 沒有的,你不想對著老婆 你如果離婚的話 善養費有或沒有或沒有 再認識一個有錢女兒 減肥 認識一個有錢女兒 你就住在那裡 我是賺不到錢的 我哪有錢給你 那女兒養我 這些就是互相傷害 如果走到那一步 你想他怎樣 很老實 他罵他沒有錢扮有錢 對家人完全沒有貢獻 小孩子肚子餓都不會餵他們 你說他沒有錢扮有錢 你說他什麼費 你有沒有聽過一些人教育 這樣說完之後那些人會好 我沒聽過 老實說這些是婦女 我感情來說 好的伴侶 我陪你成功 你好我也好 你本身 我只看到 我看到這個社交平台 他說這三樣東西 沒錢扮有錢 家裡沒有貢獻 孩子肚餓不會餵食 他本身就不應該結婚 他就是把肚子弄大了 然後肚子弄來 你應該也不要嫁給他 你自己選擇 所以我不是說現在的人結婚 根本是笑話 世賢的時候 不論是有錢 疾病 貧困 我們都會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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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個世賢那裡沒有說不可以唱 到處唱 這樣就沒有說 幸好只有你一個是這樣 如果不然是通家你八婆 每個人都是這樣唱 唱自己老公 那樣不會好 其實他的問題 最大問題就是他不應該有家 他不應該有家庭 沒有錢扮有錢 即是沒有錢 家裡沒有貢獻就是錢 小孩子肚餓不識胃 你做吧 你不做他不做 如果他有錢 可能是否你會做 請工人來做 還沒喊錢 他的問題就是 你本身的問題是窮人不給生兒子嗎 你自己瘦 記不記得嗎 他有說過嗎 窮人生兒是人權 他看到就是這樣 窮人生兒是人權 然後說老公沒有錢扮有錢 到家裡沒有貢獻 小孩子的貌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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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貌 他說 為何沒錢扮有錢 他不停跟我說 轉頭給錢買東西給兒子吃 兒子起床已經三個小時 還說過了數 沒有什麼出聲 又不是第一次 完全不會顧及小孩子肚餓 過了數 雷鬥雷 雷鬥雷 當然 老公這樣我不能出聲 可以 離婚 這些都不是愛情 硬硬在一起 家吵屋斃 吵到上去報紙雜誌 兒子看到他上學了 告訴別人 他爸爸媽媽是誰 會被人笑 應不應該這樣 是的 這些 當然 他老公都是廢物 我都認同 過了數是廢話 過了數多快 說一聲就過了數 也不需要十秒 你這件事是雷鬥雷 梁子糾纏 冤枝頭也有蒙秘菩薩 好了 他繼續罵 怎樣 又是說我幾句 是的 又是說我幾句 又說他沒錢扮有錢 他每天對著你沒有病 都變成有病 我是預計自己照顧成家 但我沒有預計過你 我要照顧你 照顧你 那不如你離婚吧 對吧 無謂在這裡派出這些 也好 有些人 你看到我們不應該這樣做 正常人 又不會把這些事放上網 都不是 都不是 我那時候見 有個女人拖著兩個女兒 天天在說自己老公有份愛情 唱到臭了 人家的女兒是誰 在哪裡睡 有多慘 在耳淚洗臉 我想說那個更是知名人士 本來不是 參加了什麼比賽之後就是了 後來 復合 是不是老套 你說得別人這麼壞 這麼賤 其實這些事都不關我們事 你自己受吧 人家好的也不告訴你 壞的也不告訴你 有句話叫 家醜不出外傳 這件事都夠醜 所以這些事件 說一次就覺得很無遺 覺得這些人不適合結婚 不適合有家庭 不適合生子女 不適合有下一代 不適合就是最適合 因為世界是 不堪的人 是一個金字塔 聰明的人在頂上 最不堪的人在底下 或者是很普通很平凡在底下 他那些是 在底下當中 都特別有些東西被人看見 是的 要好好反省一下才行 你生個子女 你根本上是 做藝人的人生各樣 上班也很煩 因為你很有趣 你斷個姻 好像那條女兒拍AV 然後要養兒子 說得好像很偉大 有洋蔥 你不生就行了 誰叫你十八歲 被人搞大個肚子 有很多方法 這個世界 這些都是試完試祭 試長夢 另外說說 林志榮 撞車撞到臉爛爛了之後 出來的樣子不同了 沒辦法 有些人說 跟以前兩個樣子 林志榮叫Jimmy 我小時候又叫Jimmy 就知道他叫Jimmy 帥仔 去年撞車之後 他的臉 用太合金 弄回來 專家說臉形恢復 原養可能性很高 但始終也有分別 你看他的眉毛都不同了 整條眉畫下去 他可能有些眉毛 撞了他已經燒了 即是撞爛了 那些組織 整條眉畫下去 以前林志榮也不用這樣 樣子是不同了 他福氣就薄了 粉絲說他很厚粉 厚粉是肯定的 五十歲 樣子有點不同 但還是帥哥 但不是那個樣子 現在宣耀威更像林志榮 唉 沒有整個 所以說福氣 他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只能撿個樣子 但應該也不要玩那些事情 始終 你喜歡車 你代步 他玩那些快車 但你 他那次撞就不是開快車 奇怪 可能都關於開快車的事 因為你本身去 開快車的時候 那時候人就有個特別的警惕心 普通開車的時候 沒有了道 沒有了道 又有了道 是不是 開開百五的 五十沒有了道 死得人 真的 不是開玩笑 所以有錢 不要做這麼多無謂事 做些貢獻社會的事 我們已經去到 不是玩自己的階段 要幫眾生 可能沒有這些意外發生都未定 但好像他也做了很多善事 以我所知 成立些什麼基金 希望他 好好的 可能他現在 整個樣子是突出的 可能他不懂得老 八十歲的時候 都是這樣的樣子 都未能 看慣了 都是帥哥 跟以前不同 太合金突出出來 隨時沒有咒文 事情不對 林志榮可能是一個不老傳說 一百歲都是這樣的樣子 現在難說 是禍是福 說不過 今集到這裡 下次再說其他娛樂新聞 拜拜 再說其他娛樂新聞 拜拜